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夏人葵姐姐 今天夏人葵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帮助公主打扫她的房间 快跟我一起看一下吧 这个房间好乱呀 我们先一点点的打扫 看哪些东西摆放的偏了 我们先给它扶正 这有一个花瓶是倒了的 还有沙发上的小海豚 现在地上也很乱 我们先把这些要丢弃的东西扔掉 橘丝皮也是没有用的 纸团都扔得差不多了 现在杂物少了很多 大家要开始收拾东西了 地上有水杯 还有茶杯 这些都应该放在桌子上 地上还有一个枕头 把它摆在床上 书本也应该摆放在桌子上 这个闹钟应该放在哪里呢 应该放在床头柜旁边 跟电灯摆放在一起 地上还有一个小熊 看一下把它放在小海豚旁边 看来不可以 那再给它找一个地方 小朋友们想一想 小熊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 它属于什么类的东西 这有一个黄色的盒子 上面写着放玩具的箱子 我们试一下 把玩具都放进去 把这些玩具都放进了 这个小黄箱子里 地上瞬间就干净了很多 床上的宝箱 看一下可不可以放在玩具里 看来不是放在玩具里的 原来摆在床的旁边 小滑梯倒了 我们把它摆正就行 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里呢 对了 床上还有一个小玩具 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 现在宝宝们 可以去打扫一下房间了 接下来 可以清扫一下地面 然后是窗户 床单上还有一处 我们现在还差两个地方没有进行整理 原来这个是废弃的东西 应该将它扔在垃圾桶里 最后一个东西了 我们找一下 把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夏日葵 我们下一期再见